歡迎大家出席今日的記者會 今天台上兩位醫生分別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 和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嘉賢醫生 請張醫生幫我們匯報一下本地個案的最新情況 今天我們有80宗確診個案 其中5宗輸入性個案 43宗和其他個案有相關 另外32宗暫時未找到源頭的個案 其中還有50宗大約初步確診個案 那5宗輸入性個案分別是3591、3592、3597、3652和3653 1宗是俄羅斯過來的 2宗是空中工作人員 1宗是埃塞俄比亞經馬尼拉回香港 另外1宗是比利是 是貨運空中的工作人員 另外2宗是菲律賓過來的外傭 他們在酒店做隔離的時候 第12天的樣本測試是陽性的 另外大概36宗是家居的接觸感染 或者是同行有相聚時感染的個案 另外就是STAR Global也有2宗確診個案 我們手上還有3宗是初步確診的 另外也有一宗是跟STAR Global相關的 有部份人士都有去過一個長洲的一個游玩 在2月24的時候 也有多一宗個案 那順寧道的徑福活路中心也有多一宗確診個案 另外1宗有2宗有2宗確診個案 分別是3668和3643 另外土瓜環也有多一宗是乳宗的確診個案 我們加上了之前那些紅磡的街市 濕街市或者是乾街市的確診個案 總共有10宗 其中分析了之後 和食環處再研究過 發現有4宗的魚宗 即是賣海鮮魚那些都是有個案的 另外土瓜環那裏有2宗 雖然食環和街檔都 魚檔或者街市 每一次有個案都是做了大清洗 但是我們都覺得好像是有些關聯這樣 因為其實那些檔口都比較近 還有可能他們人與人之間可能有關聯 有可能的環境那裏都有些污染 所以都請了這個香港大學的原教授 就會下去那兩個街市做視察 還有可能會拿一些 看看防疫的措施 還有看看環境會不會需要拿些樣本 做一些測試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導致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這兩個街市都會今天提早都會刪檔的 還有可能都會做一些大清洗的情況 我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現在請劉醫生說 我們會報一下醫管局方面的情況 大家好 截至今早上午9點鐘 在過去那24小時 醫管局錄得的情報個案是194宗 在過去那一天 共有三名病人離世 他們的編號分別是595、1424和2094 直到現在就有40名的確診病人離世 我們剛剛下午3點鐘的時候 有多一名的確診病人離世 那麼號碼就是3639 所以直到現在 我們有41名的確診病人離世 這三個病人 剛才說的三個病人 即是595、1424和2094離世的消息 我們昨晚和今天分別都透過新聞稿 就公佈了 都希望大家理解 其實近期醫院的前線的工作量 都非常之大 有可能有時候 有些消息都未必立刻可以通知到 我們其實這些消息一知道的話 其實我們都希望盡快去通知大家 直到上午的9點鐘 過去那24小時 就有104名的確診病人 是康復出院的 直到現在 我們就有2141名的病人 是已經康復出院的了 直到上午的9點鐘 我們有1298名的確診病人 就分別在19間的醫院 里原門社區隔離中心 和亞洲國際博覽館 社區治療設施留意 其中有43人情況是危殆 52人情況是嚴重 直到今早的上午9點鐘 就我們開了的負額病床 就1245張 使用率就是77% 而負額病房就開了675間 使用率就是大約是79% 另外有少許資料想跟大家公佈 第一件事就是關於亞博覽館 和一些社區隔離設施的數字 直到今天的中午 我們現在有85位的病人 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 正在接受治療 另外 位於里原門的社區隔離設施 也接收了大約是200名的病人 也有大約300名的病人 情況穩定的病人 就轉到我們第二線的隔離病床 暫時頭幾天 我們其實都安排了 大約20至30名的病人去亞博覽館 這個設計是我們預先安排好的 原因是想逐步安排更多病人進去 之後會逐步安排更多病人去接受這個治療 其實就好像二線隔離病房和里原門社區隔離設施 我們最初那幾天 都只是每天收幾十個病人 當運作暢順了之後 其實我們一直會增加我們收病人的數目 這個安排是考慮了病人的安全 感染控制和運作等不同的因素去做的 按步就班 慢慢慢慢就會增加我們收病人的數目 這個是我們一組計劃了的一個做法 另外想講講一個講完醫院的一個個案 就有一個患了長期病患的81歲男性 昨天就是8月3日 就是因為發燒去了急症室求診 他經過檢測之後是初步確診 他也是安排入住了我們的隔離病房的 看回病人的病歷 他7月22日就因為腸胃的問題 就去了港華醫院的內科監察病房那裡 當日幫他做了這個真型冠狀病毒的測試 是陰性的 他就轉回去我們普通的內科病房 他那個腸胃問題慢慢接受治療之後 好回來 7月29日就出院了 經過這個接觸追蹤之後 同一個病格就有7名的病人 是現在被列為這個密切的接觸 其中就有5個病人仍然在醫院裡 我們就會安排他接受我們一些隔離的治療 一個病人就已經出院了 我們都會通知衛生服務中心跟進 另一個病人就因為自身疾病就已經離世了 我們再看看病人其實他在上一次入院的時候 剛才我們都說過了 他就住了一天在這個監察病房那裡 那天就同一個監察病房的病格裡 就有一名的病人之後是確診了新型冠狀病毒的 那名病人的號碼就是2282 而這位病人在醫院接受治療期間 這個情況都一直在差 我們其實8月1號就把這位病人 轉了馬加利醫院的深切治療部 那由於這兩個案例在同一個病格那裡發生 那醫院其實現在是在做一些調查 看看究竟這兩宗案 這兩宗個案是有沒有一個關聯的 關聯在這裡的 另外就有一個關於人際醫院個案的一個報告的 就有一個85歲的男病人 他因爲一些慢性的心臟病 在7月27號就因爲腳腫去私家醫生那裡求診 那就經急証室就入了我們人際醫院的普通內科病房 當時他沒有發燒的 那廢片也是清的 那經過治療之後病情改善 7月30號就出院了 那在8月2號因為他有發燒和肺炎 就去了我們馬加利醫院的急症室求診 那當時就見到他的情況都是差的 所以就轉進了我們的深切治療部 接受隔離治療 進到深切治療部也都幫他做了一個 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 那是成陽性的 其後經衛生署確診呢 就那個編號就是3639了 那病人在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 情況都一路都是差的 那直到今日的下午三點鐘就不幸過世 那院方就按既定的指引去進行這個接觸追蹤 那就發覺病人在這個人際醫院那時候 在同一個病格裡面就有十名的病人 是跟他有緊密的接觸 那這十名的病人就列為一個密切的接觸者 那其餘的醫護人員呢 因為他有穿著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 是沒有一個醫護人員 是被列為這個密切的接觸者的 只有兩名醫護人員 是被列為這個其他接觸者 是做這個醫學監察 暫時我們跟病人 和我們同事做的病毒檢測呢 都是呈陰性的 那我保護了這麼多 好 現在提問時間 請大家先舉手用 我同事交給你的麥克風發問 那在發問之前請介紹自己代表傳媒機構 第一位中間那個粉紅色衫 你好 Now 新聞台 想跟進街市的個案 其實看回紅磡那些個案 都很一陣子之前 到現在才決定再次做一個大清洗 以及請專家視察 會否覺得是有點遲呢 另外想問 今天就是連續第二天 低過100宗 可不可以再說實些 其實疫情都有慢慢緩和的趨勢呢 最後想問一個關於內地的先遣隊的問題 其實他們在說實些 我們來到之後 看到他們的行程都是去化驗所為主 而你所知 有沒有跟政府再交代多一些 譬如怎樣可以提升到 檢測量去到十幾二十萬個 即這些細節有沒有再交代多一些呢 還有 以及HA那方面會不會知道 其實內地的團隊 他們建議那個臨時醫院的選子 是哪一處呢 以及HA怎樣跟他們 合作確保他們設計那些 臨時醫院的感染控制 是符合標準呢 紅磡街市那些 就之前那些個案 就可能是乾貨 清潔工人 或者是買凍肉的 店舖那些工作人員 昨天就是多了兩個個案 就是在乳檔的 加上之前前一兩天 就有個3290 還有昨天就是3643 3464 還有今天有個3668 還有3643 其實都是這一兩天的個案 其實這些新的個案 是食環署的那些監測 即他幫那些食市 和街市的員工做監測 做回來的 但是看回頭就會覺得 為什麼那幾個檔口都很近 還有大家都在乳檔 所以就是有點擔心 所以為了謹慎 就是要下去再看一看 加上就是那個土瓜環 今天都多了一單 就是3669 那之前有一單是2265 就是比較早的 那這兩檔 都是不是說很遠 當然那些魚檔 海鮮檔都是黏了一堆的 所以都是有點擔心 就說不如一次過 都看一看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可以找到那意思 那我就暫時未 我知道所有的安排 都是沒有敲定細節的 那如果有的話 我想政府都會適時公佈 我們現在閉一日開始 其實是正在用一號的 亞洲博覽館 做我們一個社區的治療設施 那床數大約是五百張左右 剛才都說過 我們直至今年的中午 有85位的病人 是正在進入住 正在用的設施 那如果我們越來越多病人 進入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看 我們現在的床數 夠不夠用 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其實會想一下 在同一個 亞洲博覽館裡面的其他場館 有沒有機會去改裝到 同一號場館的用法 差不多呢 那我們現在還在做一個研究 至於亞博覽館以外的地方 如果再要是一些社區的治療設施 其實同事都是在做一些規劃 一些研究 要選一個地方去做 其實就有很多因素要去考慮 那這些其實不同部門的同事 其實都是在做這方面的一些規劃 不同的地方都會考慮 最重要是適合用 以及是用到的 我們都很歡迎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專家就給我們多些意見 那這些擴展了的設施 現在還在規劃的階段 暫時呢 我就沒有一個很詳細的資料 可以跟大家講到的 下一位這位男士呢 你好TVB 都想跟進回街市的情況 因為剛才都見到 就是張醫生有講到 紅磡街市的總數 可不可以都現在簡單講回 紅磡街市和陶國磺街市 就是累積到今天是有幾多宗的確診個案 其實都知道今天就是 教授員各種都會下去現場 其實有什麼懷疑 就是要專家要再去看呢 是不是都是因為後之後 其實之前確診的個案 都是有不同種類的人士 但是今天又再下去看 其實是不是那個環境清潔做不夠 還是有什麼問題出現了 就是令到確診者的人數增加呢 第二就是剛才有行家都問到 就是其實都見到 兩天的疫情數字都有回落 其實是否預視今波的疫情 高峰已經完結呢 有沒有說接下來 都是一個緩和的趨勢 還是說都會有一個很大幅的增長的情況呢 另外第三就是想問回劉醫生 其實剛才見到兩個 剛才說廣華和人仔的個案子 其實見到的共通點都是他們曾經去過醫院 就是他們自己一些疾病的檢查 但是當初都是沒有發現到 有這個陽性的檢測 但是之後他們再入院的時候 就是已經是陽性了 有沒有說其實他們其中一個感應的途徑 是不是因為他們都有去過醫院 或者是一些什麼初步調查的原因 就是令到他們第二次再入醫院的時候 會變成確診的個案呢 麻煩你 就 紅磡街市就累積了有十宗的工作人員 但是就是他們在一些不同崗位 之前那些就是有些是賣乾貨 有些是清潔 有些是賣凍肉 但是最近這幾宗 尤其是食環署他們做了一些監測之後 找到那些個案呢 加上有五宗個案呢 都在四個這個檔口那裡 就是是魚檔來的 就是海鮮魚檔 就堆了一堆這樣 可能他們有機會是人傳人 就是有些接近啦 但是都有機會是個環境 因為想像中街市 就是魚檔可能都會比較濕啊 比較冷 有些冰啊 就是那些 但是當然都看一下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是令到有些 就是多了一些個案在那裡 那些桶瓜環那兩宗呢 就是2265和3669 就是今天的另外一個個案 都是在魚檔的 那所以就是一拼來看 就覺得啊 會不會在這些地方的環境 還是有些其他的因素呢 是特別容易有些個案的傳播呢 那所以就是請原教授下去 就是去看一看 然後看一下 拿一些環境養本 又給一些意見 這樣啦 我想就是啦 就是一兩天的數字呢 尤其是是星期頭的時候 我們平時以前的個案都是 星期一 星期二好像多 就是少些的 跟著星期三 四 五又高些 那所以現在暫時就不可以說 就是經過一兩天就可以看到 就說疫情是不是緩和啊 還是怎麼樣 在廣華醫院那個病人呢 就是那個男性81歲 那位伯伯呢 他是7月22號至29號呢 是留在廣華醫院的內科病房的 那頭一天呢 7月22號呢 他是在一個我們叫做監測病房那裡 那裡 那裡看回頭呢 那天的確是有一位病人呢 在同一個病格裡面呢 是確診了新型冠狀病毒的 即使是這樣 我們才在懷疑那個病人 會不會在同一個病格裡感染呢 這個是今天我們要做的 去做一個研究 看看有沒有關聯在那裡 那明白的 就是如果同一時間 兩件事發生 究竟是有沒有關係呢 就常理上去想 都會覺得他們有關係先 但是正正是這樣呢 我們就那些感染專家 微生化學家 傳染病專家 就會去看看 究竟他們當中 發生這個感染 即是互相感染的機會 有多大呢 那至於人際醫院那個病人呢 他27號至30號 就是留在人際醫院的 那他8月2號 就剛才說他發燒 去了馬格力醫院 但是這個病人跟廣華醫院那種不同的 因為我們看回人際醫院 同一個病格裡面 或者同一個病房那裡 其實當時呢 是沒有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診病人的 即是說他在病房那裡 因為這樣而受到感染的機會呢 就會很小 因為他們每一個病人呢 他們會看清楚 發生一些事之後呢 看回他在病房的時候 接觸過那些什麼病人 有沒有什麼病人 是有機會傳染給他 這樣 那暫時人際醫院那個呢 就看不到他有機會 在一個病房那裡感染的 當然啦 再要繼續去看一看 即是很多事情是要時間去 即是找回多些資料 才知道清楚 那但是這個 在這個時刻呢 廣華醫院那個呢 是有這樣的擔心的 所以就要繼續去做調查 看看究竟那個 傳染風險有多大 那樣 那但是人際醫院那個呢 暫時覺得那個機會呢 就不是很大了 那邊那個男士呢 兩位醫生你好 評價日報的 其實想問一下 都是紅磡街市 討論有關於兩個街市的情況 因為都講過 是關於一些乳檔 最近的一些事件 想問一下 其實可不可以講一下 乳檔、海鮮檔這些 即是環境傳播的風險 其實是在哪裏呢 就是我記得開始 在武漢那時 講到濕街市 其實都找到一些 海鮮檔那些的樣子 即是環境樣本是有病毒的 會不會其實是重演 當時在武漢濕街市的那種情況 即現在這兩個街市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呢 會不會分析一下 還有想問一下 這兩個街市之間 會不會 即現在確診的個案 之間其實是否有關聯呢 還是純粹是兩個街市 是separate的不同的群組 另外想問一下HA 關於廣華醫院的那個案件 我想問一下 即你講話其實都有可能 會在監察病房裏面 是有這類的傳播 即是正在調查中 所以想問一下 如果假設真的是這種情況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到監察病房裏面的 一些傳播的情況呢 還有想問一下廣華醫院 有沒有一些醫護人員 是因為這次事件 是需要去做隔壁或者監察的 謝謝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先請袁醫生 即袁教授下去調查一下 因為其實都留意到 之前華南海鮮城 或者是北京心法 那裏都是有一些海鮮 魚那些 所以我們見到有這樣的情況 在本地都覺得有點擔心 會不會都是差不多的環境 或者有其他因素 是令到有些傳播還是怎樣呢 所以我們才希望 希望袁教授可以指點一下 就這樣看平時我們覺得 可能會不會是那些地方 比較濕啊 冷啊 可能是容易些 如果污染了容易傳播 當然這個是那個特色 就是那個雨檔 但是除了這件事 會不會有其他的原因 就是某些情況 是在這些地方 特別容易發生的情況 所以才會容易傳播 這個都是我們想的 所以就要實地看一看的情況 然後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供給因素啊 或者是可以改善的地方 應該都會拿樣本 應該都會拿樣本 講說醫院病房那個情況 因為他們暫時正在做一個研究 去調查究竟這件事 不過初步有的資料 有些護士就說回 其實當日在這個 81歲那個伯伯的病床附近 而後來確診那位 22、8、2的病人 他在病房的期間 那個戴口罩的情況 可能不是很理想 就是他可能年紀大 或者呼吸不好 很多時候把口罩拉低了 或者脫掉了 那為什麼這樣呢 為什麼那些同事 同事記得呢 就是因為他做了這些事情 就是這些情況在病房 同事都記得 這個病人當時的情況是這樣 就擔心會不會這樣 這樣汙染到一些環境呢 令到現在這位81歲的病人有感染呢 這個是初步他們研究 就是得出來暫時的資料 當然要做多很多不同的研究 看看究竟有沒有別的可能 但是趁這個機會 都跟大家市民講 如果大家在醫院的情況 明白的其實可能是到醫院 就是長期戴著他的口罩 或者有時候可能已經有肺炎的話 呼吸都困難 所以會有時候 就是會脫掉他的口罩 這樣這樣 都希望大家都遵守 就是長期戴著他的口罩 我們醫護人員 給我們一些感染控制的 一些中局這樣 洗手啊 聽回我們醫護人員的說話這樣 那由於在病格裡面呢 所有的醫護人員 其實暫時去 都是穿合適的保護裝備的 我們現在手頭 就沒有一個同事 是因為這樣而被列為密切接觸者的 下一位這邊中間 這位女士先 兩位醫生你好 明報的 首先想問一下 關於街市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回大廈那個 list 去過紅磡街市就有11宗 去過土瓜人街市就有9宗 剛才張醫生說到 涉及工作人員的分別是10宗和2宗 想了解其他去過那些街市 是一些顧客 還是一些什麼身份的人呢 還有可不可以講一講 土瓜人那兩宗魚檔 還有紅磡那四宗魚檔的名字 還有檔的位置 是否相關 是否很近呢 還有初步懷疑街市出現了什麼問題 是否一些通風上面出現了問題 令到有短程空氣傳播呢 第二方面想問回醫院那方面 即廣華醫院那裡 是否出現了院內感染呢 即昨天確診的那位病人 個case number 是多少呢 還有之前劉醫生說到 有一個病人之後都證實確診的 他們在等結果的時候 是否不應該把兩個人 放在同一間房間呢 是否因為空間不夠 所以要把兩個病人放在同一間房間呢 另外想問回明愛那四位病人呢 那個基因分析 是否顯示同一個感染源頭 麻煩你了 我們那個上網的list 就應該包括一些去過的地方 即譬如他們經常都說 我只是去街市 可能我們就會把那個放在上網 就是一些顧客 顧客就有時都很難說 因為你住那裡 你可能就會去那個街市 變成很難說是否有相關 不過如果是工作人員 我們就會比較擔心一點 那個紅磡那幾間街市 我就沒有名字 不過我看過圖 就是比較近的 那四檔 但是一般那些魚檔 可能都是對一對的 所以很難說是否真的有關係 而土瓜環那兩檔就應該是打對的 就是斜一點點 但是我自己就沒有留名 剛才我也解釋過了 因為其實在病房裡面 那位第一個確診的病人 他戴口罩的情況可能不太理想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 就污染到一些環境 或者令到這個新增 即81歲那位病人 那個受到感染呢 那現在正在調查中 調查中 而新增那個81歲那個病人 暫時我們是初步確診的 所以就都沒有號碼給他 另外呢 我也想講講 我們其實 放在我們監測病房那裡 我們的監測病房 其實是有感染控制專家 去做過一個看過的 或者給我們一些規矩出來的 他們床與床之間的距離 那個監測病房的空氣 那個換轉的數目 全部都是有一個規定在那裡 那其實應該都是合乎他們的標準的 那至於有沒有別的可能性 現在就真的要找一找 就是做一個調查 第一是不是真的這樣感染 第二有沒有別的東西 是可以有些改善的 那樣 希望我們專家看完之後 就得到更多的結果出來 那第三就是名愛那個 我暫時都沒有結果在手 另外那邊前面的位置 是 東方日報 我想問機場山跑 是不是有疑似的個案呢 因為其實昨天機管局都出了一個 就是通告 就說有一些機場山跑工程的 外判商的員工 因為有家人確診 所以他就要接受檢測 想問一下 是不是同一宗的疑似個案呢 有沒有一些詳細一些的資料呢 另外想問 深水保育紅玉大廈A座 現在有八個人確診 但是有市民就說 其實還未收到一些樣本瓶 想了解一下原因 最後就是想問 STARGOGO 除了昨天說的尖沙咀新聞畫中心 還有剛才提過一些長洲的活動 他們還有沒有去過一些新的地方呢 和警方的調查的進度又是怎樣呢 請 請問 我現在手信找不回來了 但是對著 打一樸對面有一間酒店 就好像是有一兩宗個案的 就不是大型的 我都見到有些個案在那裡工作過 或者好像有個保安 但就不是說很多宗那種 洪宇大廈在第1263個個案的時候已經派過盡了 也有790多位拿了盡而又化驗了 結果是陰性的 暫時就未找到新的聚會地點 我們回答一下陰謀問題的事 您請問這兩戰嗎 請問這兩戰特朗未問 請問默撩討會主要看幾個案又嗎 如何可惜很多際的額客 所詳細的場合 既然有兩戰特朗未問 您提到可能性疾病 between the two patients in the same mode in Kwanwa Hospital. Can you tell us, and you mentioned about some of the mask wearing issue of one of the patient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him and why that could have spread the disease between the two people? And third question in regards to the building of temporary hospitals. Sources said that's going to be next to Asia World Expo. If that venue is really chosen, can that complement the ongoing, like the running facility currently at Asia World Expo? And is the HA doing preparation in adv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temporary hospitals in terms of preparing manpower, facilities, and how would the temporary hospital function differently from the current Asia World Expo facilities? Thank you. So, for the Hong Kong and Toh Kwa Wan market, up to the present moment, there are four fish stores in the Hong Kong market and two fish stores in the Toh Kwa Wan market. I mean, the workers there have been confirmed to be COVID-19. So, we are, of course, because the stores are quite close to each other, maybe they are spread by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But we are also very aware that the environment may facilitate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disease because we also remember that in Wuhan, the wet market, and also in the Beijing wet market, they have similar findings in the seafood market. So, we are very aware that a similar environment has occurred in Hong Kong. So, that's why we invited Professor Kwa Wan and discuss with him and whether he wants to have a site visit and maybe take some environmental sampling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give us advice on how to prevent and control infection and transmission in these wet markets. So, for the Hong Kong hospital's cases, this is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our investigation team after the suspect, okay, the transmission from one patient to the other patient in the ward. Some staff have observed that the patient who was first diagnosed to have COVID have not good habit of wearing the mask. He always put down the mask when he was in the ward. At the same time, he wore the wang in the bed. such behavior may contaminate the environment which may then infect the other patients. But this is just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kay, we cannot conclude at this moment. So, the investigation team, including the microbiologist, the infectious disease physician, may continue the investigation, try to iron out the cause, whether it was an infection by one patient to the other or whether there's other causes for this infection. Currently, we are using the hall number one in the AWE for our community treatment facility. Up to the room today, we have 85 patients in our facilities. Yes, we will admit more patients in the coming days after we have better coordination inside the facility and our staff ar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workflow. If the bed is not enough, we are now exploring whether we can have other beds located in the other halls in the same facility, in the AWE. Of course, we are also looking for the other sites outside the AWE to see whether we can have similar kind of community treatment facility. We don't have any concrete plan now, but we are doing the research, we are doing the preparation to see whether there is other sites that we can use in the coming future. How would a temporary hospital be different from what we have in the AWE right now? In terms of what options do we have? Now, we are running the community treatment facility in the AWE. For the mode of running the temporary hospital, we need time to iron out because it's quite new to our hospital authority. We need more time to iron out the site as well as the model of the service. So, after we know more of that, we can have more discussion with the corresponding stakeholders. to the other questions. There's a question. Hi. This is the香港01. First, I want to ask the public about the public's issue.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the public's issue the public's issue is the public's issue and the public's issues will not be aware of the public's issue. 因為其實都加了一些措施 但是不是都未能阻止 第二就是STARGOVO那裡 都是想問回 昨天你說了一個新的地方 就是尖東新聞話 其實我們都去過 看到其實那個地方都還在運作 還有都看到其實他們是坐圓桌 超過有兩個人 其實是不是限聚令 在私人地方是不受限 那個警方的跟進 到底現在去做到怎樣 然後就是跟進 今天那些死亡個案 2094 跟1710 有關係 其實他們是不是夫婦 是不是兩位都已經死了 還有 今天那個3639 他本身有心臟病 其實他是 今天這麼急死還是怎樣 死因是什麼 還有都看到 危殆和嚴重的病人 整個數目呢 加上其實都差不多一百個了 就是現在有幾多個 就是他們一百個是有幾多住在ICU 還有ICU那個床位是怎樣 還有最後就是都想問回 就是HA你們那個人事管理 HR那個主管 彭菲周離職其實跟罷工有沒有關係呢 麻煩 是 關於市場的地方 關於市場 都是現在 尤其是外交人家 其實盡量都要留在家裡 盡量都不要去街 不用說去街市 如果是真的去了的話 就要洗手 就是保持環境清潔 以及搜捕清潔 因為可能在街市來說 很多地方你可能會摸、挑選東西 這些環境都可能會不知不覺帶回家 所以年輕的都是 如果真的去濕街市的話都要小心 那個STAR Group我們還在跟進 也有警方的協助 3639病人其實就是8月2日 他因為發燒和肺炎的跡象 就去了米加利急症室 當時情況都是一般的 所以他做了一個 即時幫他做了一個 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 初步揚醒之後 就安排去我們深切治療部 隔離病房接受治療 但是情況都是一路差 所以今天下午就不幸離世 詳細的那些 因為今天下午3時才不幸過世 所以我就沒有很詳細的資料 究竟他的情況 另外是ICU床 ICU床暫時我們 我手上沒有一個很確實的數目 多少是住在危桌 或者嚴重的病人住在ICU床 不過我有一個數目 就是暫時我們ICU床都是夠用的 我們看到都是用到七成多的床 我們都是會審慎地去用我們的床 如果有些床有些地方 有些醫院的床如果不夠的話 或者都會經我們重大小故事 控制中心轉介病人 去使用到我們現在醫管局的床 暫時我們都是夠用的 數目那裡我暫時沒有在手 那兩個是家人來的 我考考這位女士 彭非洲那個 我們人力資源部 彭非洲醫生 因為個人的理由就辭職了 我們醫管局其實都會按照我們現有的機制 去進行招聘的 就填補有關的空缺 你好 有線電視 想問張醫生 剛才提到紅磡街市 其實那幾檔都是集中在乳檔 但是在這幾檔乳檔爆發之前 其實有幾檔濕貨 乾貨 或者凍肉那些 那些的檔後分佈是怎樣 是包圍著那幾檔乳檔 還是四散在街市不同的角落 另外想問張醫生 其實那個政府宣佈work from home 其實都有幾個星期 但其實看到現在疫情仍然這麼高期 街上其實都有很多人 有很多行業都沒有真的做到work from home 例如IT界 可能只有一半人做到 其實你覺得現在的情況 是不是不理想呢 或者其實政府可不可以帶頭做多些呼籲 或者可以做些甚麼 去呼籲更加多人留在家裡 另外劉醫生也有兩個問題想請教 就是內地的先遣隊 其實現在醫管局跟他們開了會尾 現在他們跟你們的接合去到甚麼階段 去到甚麼情況 另外就是其實剛才聽你說 阿博那裡暫時用了80多張床 其實何時可以再加大使用量呢 現在有多少病人在等入院 為甚麼一直都卡住了這裏做不到 還有就是會不會現在都很迫切 是需要快些改建Hall 2 或者是要有一些方艙醫院 臨時醫院去處理這些病人呢 另外就是我們自己收到一些相片 就是見到政府就改裝了一些貨車 就說是去接收這個胸後退役 想知道有沒有這樣的安排 就是HA這方面 具體是會怎樣做 好 麻煩你 紅磡街市那個凍肉檔 就應該是不同的那些海鮮檔 是不同層樓的 就是它在凍肉檔在樓上 那個海鮮檔在地下 其他那些是乾貨 就是賣衣服 或者是有些是清潔員工 就是在那裏清潔員工 那麽變了就不是說為主還是怎樣的 是 我都覺得現在好像同三月那時候 就是work from home 那樣東西就是 那時候好像大家都比較職業一些 緊張一些 現在好像街上還有很多人 有時候都會塞車 那麽變了我都是希望在這段時間 就是大家可以做到work from home 或者那些僱主可以做多一點 就是大家可能那個疫情就會早些會和下來 我暫時都是沒有一個確實的資料 就是我們醫管局和剛才你說 在中國下來的那些同事的開會的情況 我暫時沒有在手 也都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開過會 不好意思 另外我們說回Hall 1 就是那個1號館的情況 我們明白到其實8月1號開始 是一個開始我們一個很新穎的做法 開頭的時候我們其實是有個計劃的 就是我們開頭就不會收好多病人的 如果大家都去過不同的記者會都聽過 我們開頭是打算收20至30個 因為我們要真的用熟了那個環境 你想想我們是一對新的同事去一個新的環境 感染控制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些全部都是確診的病人 我們都希望病人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我們工作的員工或者同事都是一個安全的環境 另外那些工作的流程 也都是要重新再做過的 就是要怎樣去那裡 因為那裡不是一間醫院來的 是一個改建的一個管理 我們其實是要再度過那些流程 好了我們其實這幾天都叫做開始暢順了 其實接下來我們真的會加大 我們每天進去的那些數目 開頭二三十個 我們慢慢慢慢希望可以加多些 其實你看到的都多了 今天中午都去到八十幾個了 知道我們現在其實今天去到中午 我們都是大約有八十幾個病人在外面等著的 其實是否好呢 有病人等我們當然是覺得 我們希望可以快些讓他們入到醫院 或者去到我們社區治療中心 但是比起之前我們是慢慢減少的 至於你說會不會用到別的會館呢 都是一個很流動的一個決定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有五百張床在一號館 我們就看著那個用量了 如果見到確診個案多 又或者病人多 我們其實已經一直在研究 會不會用其他會館去增加我們病床的數目 以備真是如果再多些病人的時候 都不會說不夠病床用的情況 我沒有資料是我們醫管局去做這個 我暫時真的沒有這個資料在手上 各位女士 從 the SCMP Dr. Zhang, can you please explain in English whether the drop-in cases shows a downward trend in Hong Kong and second of all, should testing be prioritized for schools especially for Form 6 students who will have to sit for the DSE and thirdly for Dr. Lau the 81-year-old patient at Gongwa Hospital who tested preliminary positive is the patient male or female? Thank you I think we cannot conclude the trend based on the numbers in one or two days so it's difficult to say the trend is indeed decreasing or not I'm not sure the rationale for testing for students because one test does not mean anything because if you are asymptomatic and you test negative and then you may still get infected afterwards and I mean a test, a negative test does not mean anything The patients of Coma Hospital who are the 81-year-old gentleman who was confirmed to have COVID-19 on 2nd of August so what was your question sorry? So there was an 81-year-old gentleman What's your question sorry? I was just checking the gentleman The gentleman The gentleman Yes The gentleman Tony 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短程的傳播 或者純粹是通風的問題 令到大家可能戴口罩的情況 都不是太理想 謝謝 我知道袁教授和同事都下去看 都會看通風 或者有沒有其他因素 當然人傳人是大家都會 預料到的 他們始終都是大家一起 很近距離 即是宇宕的一齊工作的同事 我們問的時候 宇宕老闆很多都是說他們有戴口罩的 但是真的是不是全時間 或者是一點都沒有脫 或者是吃飯 其他情況就很難說 還有沒有其他提問 如果沒有今天記者會做事完結 多謝大家 我們在搭掉 你把這個表面拿到 你來不吃過 你去做甚麼 我去做一些 你去做甚麼 我去做甚麼 我去做一個 我們去做個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